而位于和平县的茉莉塔市近年来发展迅速 成为南加州乃至海外民众移居以及投资的热门景点 日前茉莉塔市政府带队来到文明的华裔社区 华民圣历史事务所将茉莉塔市介绍给所有的华裔居民 根据茉莉塔市市长和副市长介绍 茉莉塔市人口有11万多 当中有10%是亚裔人口 平均年龄只有34岁 在城市发展建设方面 市府在5年内投资15亿美元建设公路桥梁 全市有3个高尔夫球场 50个公园 2个大型运动公园 1个骑士公园 茉莉塔学区有2.2万名学生 很多即将进入大学就读 除此之外 在过去10年间 华资投资者在茉莉塔市投资超过5000万美元 开办酒店 购物中心以及中餐厅 前茉莉塔学区助理总监表示 茉莉塔市高中有高达97%的毕业率 近年来 学区开办与中国交换学生计划 5年来已经有超过200名中国留学生 在当地高中就读 前河陶市市长林恩成 更加在茉莉塔市开办国际教育项目 他认为 茉莉塔市当地学区优良 非常适合中国学生在这里留学 体验美国生活 茉莉塔市是一个很出色的一个城市 城市虽然不是很大 大概十亿万人口 可是如果从学区 学校的成绩 如果从那个治安方面 如果从投资买房子方面 这个的确是我们南加州 华人可以考虑去住 跟去做生意 或者上班的地方 茉莉塔市是在洛杉矶 跟圣地牙戈市的大概中间 离开洛杉矶市中心 大概一个半小时 离开San Diego 大概一个小时 我们很希望大家有一天 可以来这个美丽的 City of Marietta来走走 天下卫视记者马俊采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